这架飞机必须向西飞行 不能看日出也不能看日落 总之绝对不能见到太阳 否则人和动物的内脏 就会暴裂而亡 几小时前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一个男人焦急地进入飞机场售票大厅 要买一张向西飞的机票 诡异的是 他没说明目的地是呢 强调说只要向西 马上起飞就行 似乎在逃离什么灾难 在等飞机的时候 一台眼睛看见电视里 主持人突然晕倒 紧接着镜头里的所有人 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男人立马慌了一批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没时间了 还没到登机时间 就连忙走到登机口 一个掏心拳将保安撂倒 抢过保安的枪 疯狂地跑进登机口 乘客以为遇到恐怖袭击 吓得四散而逃 可男人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竟直往飞机上跑去 听见动静的空姐立马就关上舱门 可最后时刻 男人一喷子神进了门内 卡住了舱门 用力掰开了舱门 闯了进去 这是一架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乘客看见持枪的男人一阵慌乱 可男人依然没有伤害任何人 只是拒着枪要求 空姐立马关上舱门 空姐稍作犹豫 男人变得更加疯狂了 威胁空姐赶快关上舱门 无奈空姐只能照做 感觉到不对的机长 刚想查看发生了什么 男人就闯进了驾驶室 威胁机长赶快起飞 机长吓得差点摔倒 男人吓打命令 马上起飞 必须往西飞 飞机不能见到太阳 否则所有人都会死 机长被弄得一脸猛逼 难不成太阳还会晒死人吗 这是一名乘客在驾驶室外敲门 男人被声音吸引 机长趁机想抢过喷子 可男人反应极快 机长非但没把喷子抢过来 还不小心擦枪走火 打穿了自己的手掌 眼睛差点被打下 男人非但不让机长接受治疗 还持枪一直威胁机长马上起飞 可现在机长受伤了 一个人操控不了飞机 而且副机长也不在 根本就无法起飞 男人没办法 去找会开飞机的乘客 问有没有人会开飞机 并且强调 如果不马上飞走 所有人都会死 乘客都面面相去 这是小微举起手 说自己会开直升飞机行不行 男人当即同意让踏实一下 直升飞机也是飞机啊 在机长的指挥下 小微尝试着启动飞机 飞机开始缓慢滑行 机长尝试呼叫塔台准备起飞 可根本就没有回应 机长这次意识到 刚刚子弹将无线电打坏了 现在飞机已经和外界失联 男人可不管这些 要求机长立即起飞 否则大家都别活 机长只能指挥小微加大马力 飞机缓缓升上天空 男人要求机长一直往西飞 那是太阳落山的方向 还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飞机渐渐平稳 机长问男人太阳出来 大家都会死是怎么回事 男人一脸愁容的解释 自己是北约的卢军少校 偷听到高层的秘密会议 太阳粒子发生了变异 但凡被太阳照射到生物的都彼此无疑 原本他也存有怀疑 可看到电视上 被太阳照射后倒地的人们后 他确认了这件事 现在他们只能和时间赛跑 在日出之前躲到安全的地方 显然机长和小微并不相信他 少校也不想再解释 现在飞机已经被他控制 原本要飞向莫斯科的飞机 如今要飞向冰岛 这时机长受伤的手疼了起来 如果不及时处理伤口 到时候将没人再驾驶飞机 少校只能放小微出去 询问谁是医生 黑妹举起手说 自己不是医生 但是学过医学护理 也许能帮上忙 这个时候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黑妹趁着为机长处理伤口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少校一直盯着他们 机长也不敢透露 随后机长要求少校 暂时不要将太阳会杀死人的事说出去 以免引起乘客的恐慌 少校同意了 机长通过广播通知大家 将改变目的地 飞往冰岛 乘客们都很是不满 可几旦少校手中的枪 都敢怒不敢言 这是一位母亲提出的意义 她去莫斯科是为生病的儿子做手术 如果不能去莫斯科 孩子的性命将不保 可少校坚决不同意 爱自心切的母亲 冲上去就要和少校理论 眼看就要发生冲突 驾驶时突然传来机长痛苦的叫声 是非机上无法缝合伤口 只能用火烧止血 血好不容易止住了 机长终于束缚了不少 可还没休息一下 机舱又传来一阵吵闹声 原来是一个小伙突然呕吐起来 有人害怕是传染病 立马躲得远远的 一个西装必挺的游头男上前帮忙 可他醉翁之意不再久 趁少校不注意抢走了喷子 枪口对准少校 让空姐将少校锁进厕所里 少校自然不愿意配合 游头男立刻将枪上膛 嘴硬的少校立马怂了 只能乖乖走进厕所 没想到游头男枪口一转又对准了机长 质问机长为何要隐瞒太阳会杀死人的事 机长连忙解释 那个少校肯定有精神病 他刚才手里有枪 所以只能配合他 而且自己并不相信 太阳会杀人 游头男着采访下戒心将枪递给了机长 而刚刚呕吐的小伙竟一命呜呼了 临死前说出了宝石两个字 飞机很快到达了冰岛机长 就在机长想降落时 被地上是场景瞬间吓蒙圈了 机长已经被熊熊大火吞没 几家飞机都被烧毁 人们纷纷倒在地上被大火吞噬 宛如人间炼狱 机长立刻意识到 稍小没有胡说八道 立马让小微重新选择降落地点 自己则去把稍小放了出来 稍小一出来就要找有头男算账 被机长拦住了 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稍小说把枪还我就告诉你们 机长只能让机修事先把枪还给稍小 稍小说出太阳变异的事 想要能活下去 只能在人出之前一直往西飞 让我们一直在黑夜里 这才安全 或不担心 小微告诉机长 机上燃油不足以飞到西边最近的机场 只能掉头往东边飞 稍小一听坚决反对 可现在也别无选择 燃油不够 不用等太阳出来 所有人都会葬身大海 机上的乘客都安静了下来 为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担忧 母亲紧紧抱着生病的儿子 机修事担心妻子的安危 伊斯兰教徒默默地祈祷 网红给粉丝录制一言 可录到一半又停止了 人类多快灭绝了油炉给谁看 还有的乘客觉得 人类就要灭绝了 选择了开车 坐飞后的放纵 小微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长 降落的时候飞机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视左侧引擎出现了故障 机长当机力断 指挥小微关闭所有引擎 变成无动力滑翔 小微立刻提出质疑 大型飞机这样做就是找死 可现在也没其他更好的选择 幸好飞机平稳落地 可跑道太短 眼看就要撞墙 小微领微不乱踩死刹车 用力拉起手刹 飞机终于在离墙只有0.1米之时停了下来 两人终于长输了一口气 机长让大家确认外面安全以后再下飞机 可刚刚接候余生的乘客 哪听得进去 不顾空姐的阻拦 直接打开了架值几十万的救生梯 争先恐后地下了飞机 第一时间就是联系家人 可不出意外根本就联系不上 这是一辆机普车开了过来 不知对方是敌是友 机长立马神经紧绷 随后三名军人从车上走下来 他们刚刚逃出来 亲眼所见了人们被太阳杀死 他们想加入逃亡的队伍 为了消除大家的戒信 三名军人说 他们是飞行员和急修士 飞行途中一定帮得上忙 飞机上证缺一个副机长 他们军人的身份也让大家打消了一律 机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哪知这一举动是引狼入室 此时的一日出只剩下45分钟 三名军人建议立马往西飞 急修士想回去看看家人 遭到所有人的意志反对 毕竟谁也不想拿性命去赌博 随后大家分工明确 女人寻找事物和物资 男人负责给飞机加油 这时又出现了分歧 带孩子的母亲想带孩子去附近的医院 因为孩子的药快吃完了 她根本就不相信 太阳出来大家都会死 情绪激动的母亲打了小微一耳光 空姐沉寂带走了孩子 黑妹给母亲打了一阵阵定计 强行将她带上了飞机 飞机再次起航 无线网络也被修好 大家赶快查找关于太阳变异的新闻 由头男突然发现一个秘密 她立马找到了小微 那三名军人根本就不是好人 而是三名战争犯 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趁着漠视才从监狱中逃脱 这时 一名士兵突然走过来 两人只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幸好士兵什么都没有发现 由头男想将三名士兵丢下飞机 两人的对话正好被急修是听见 他也同意将三名士兵赶下飞机 可小微犹豫了 三人被丢下飞机只有死路一条 可让他们留在飞机上 那就是萤火烧身 此时又一名士兵发现了网红的香槟 不顾网红的反对就要打开喝 开瓶声让一名老头受了惊吓 冲到藏门口就要开门 这一危险的举动 瞬间吓坏了打架 士兵当即推开了老头 没想到老头一头撞上了柱子 躺在地上就归系了 大家都将苗头指向了士兵 轻急之下他竟掏出了手枪 眼看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幸好同伴及时出现 拿走了他手中的枪 小微也意识到 坚决不能留三名士兵在飞机上 小微来到驾驶时 趁着为机长换药 用士兵听不懂的法语告诉机长 三名士兵试斩争犯的是 士兵立马有所察觉 问小微为什么故意说他听不懂的语言 小微借口一学术语不会翻译 蒙混了过去 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机长也同意将三人赶下飞机 飞机来到有一个降落点 机长让三名士兵去寻找无限电 其他人去寻找物资 三名军人立马警觉起来 小微解释 只有他们认识英语卢彪 士兵同意了 但要求机修施跟着一起去 又要求空姐做翻译 机长本不想让空姐去 但为了不引起怀疑还是同意了 机人走后 机长向大家说明了三人战争犯的身份 也告诉了大家自己的决定 所有人都沉默了 没人提出意义 毕竟什么都没有保命重要 机修施很快找到了无限电 悄悄装进包里 又红遍三名士兵 将他们关进小屋里 拉着空姐就要跑 可空姐此时圣母心泛滥 说什么都不肯丢下三人 这时门锁被士兵一枪打坏 机修施只能丢下空姐 开车就跑 三人立刻追了出来 朝着机修施连开几枪 幸好机修施跑得快 三人开车就追 这时空姐也跑了出来 三名士兵丢下空姐就跑 空姐尝试着开路边的汽车 可根本就打不开门 只能无奈地等死 机修施赶回到飞机上 由头难看见只有机修施一个人 还是毫不犹豫地关上了舱门 危机时刻 不能因为一个人拖累打架 这时 三名士兵也赶了过来 对着正要起飞的飞机 就是一通扫射 其中一个士兵还对飞机穷追不舍 机修施无奈只能丢下空姐 加大马力立刻起飞 这时小胡子发现 窗户被子弹打出了一个小孔 他想阻止起飞已经来不及 等飞机飞的平稳 机修施来到窗户前 机修施说窗户只能从外面修理 现在也没有办法修理 只能让小胡子看着 少校对此大为不满 他不满什么都是由机长做决定 他提议 所有决定由大家投票通过 机长自然不同意 他要为全体乘客负责 可少校根本听不见去 拍拍腰上的强说 那你得问问他同不同意 而此时 驾驶室内警报突然响起来 机长赶忙过去查看 可还没找到原因警报又停了 两人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又发生了另一处故障 但马上警报又停止了 机长凭经验推断 两次加警报时有人触碰了连接线 小微觉得不可能 谁能一直挂在飞机外面的起落架上 再爬进飞机 这可是几千米的高空 可机长告诉他 曾经就有人在起落架上 整整待了九个小时 小微瞬间慌了 一定是刚才一直追着飞机跑的士兵 如果让他钻进飞机破坏了电路 所有人都玩完 机长当即决定 将飞机升上万米高空 再打开起落架 让士兵承受不住自己掉进海里 可飞机却嫌出了问题 飞机突然上升 导致机舱内气压大增 被子单打穿的窗户承受不住压力 瞬间碎裂 强大的气流冲进机舱 飞机瞬间失去平衡 温度急速下降 氧气面罩降落 所有人为了保命都带上了氧气罩 机长也赶快降低了高度 受起了起落架 幸好机修失反应快 拿起一块板子僵创扣度上了 才解除了危机 可生病男孩的氧气管却被吹掉了 眼看男孩呼吸困难 母亲只能先让男孩调整呼吸 游头男健庄立马捡了一截氧气管 扎了两个孔叉入了致氧气 男孩才又能正常呼吸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警报再次响起 士兵竟没有掉下飞机 当落之急是要立刻解决掉士兵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机长决定派人割开地板 进入其落架干掉士兵 少校和机修失以及游头男组成三人小队 立刻开始行动 机修失切割开一个口子 少校将枪口对准切口 壳里面没有一点动静 一只手突然伸了出来 一把握住少校的枪 对准少校的手就是一口 游头男果断接过盆子 对着切口连发三枪 里面终于没了动静 就在三人凯旋归来时 所有人都省事又嫌弃地看着游头男 原来刚刚光头老揭发游头男 说他在埋葬死去乘客时 悄悄隔开了他的尸体 偷走了里面的宝石 所有人都指责他为了钱财不择手段 可游头男却解释 是自己雇佣的乘客用身体运送宝石 目的就是将原本属于他们国家的宝石 运送回国 说着他还掏出了宝石 可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 飞机再次降落 所有人都开始审判游头男 完全忘了是他刚刚救了大家 就在游头男以为会被赶下飞机时 原本看他不顺眼的少校 却站出来为他说话 少校称自己知道一个避难所 需要游头男这种有勇有谋的人 协助自己去北约寻找线索 可黑妹不宜不饶 协度尸体和杀人没有区别 保不齐游头男会为了利益伤害大家 少校为游头男做担保 万一发生意外 自己会和游头男一同下飞机 记长让大家投票 决定游头男的去留 最终少数服从多数 游头男留了下来 得知有避难所 所有人都十分庆幸 下一个目的地盯在了北约总部 也就是飞机的起飞地布鲁塞尔 可此时 飞机突然急速下坠 小魏直接被甩了出去 他连忙来到驾驶时查看情况 记长说是飞机飞得过高 可刚刚明明是在下坠 记长又自言自语起来 小魏立马觉得不对 才想起来从起飞开始 记长就没有休息过 小魏让记长去休息 记长却不愿意 明明飞机上并不热 记长却一直在冒汗 小魏感觉到不对 强行将记长弄出了驾驶时 记长去了厕所却迟迟没有出来 黑妹强行打开厕所门 发现记长已经晕倒在厕所 黑妹发现记长的伤口已经感染 引起高烧晕厥 如果再不手术 记长就会有生命危险 可飞机上不具备手术条件 而且 黑妹也并不是医生 并不会做手术 现在更棘手的是 记长晕了过去 没有人会驾驶飞机 飞机根本无法降落 由头难提一让小魏驾驶飞机 小魏当即拒绝 她只会开直升飞机 根本不会开飞机 可不降落飞机也马上就快没有了 小魏又觉得不对劲 明明之前驾过游 怎么就突然没有了呢 别无选择 小魏只能硬着头皮上 机秀是在网上寻找飞机降落流程 指挥小魏操作 可小魏没有一点信心 一飞机人的性命都压在她身上 哪料飞机机脸晃动了起来 是引擎又出了故障 小魏决定效仿机长的处理方式 打开起落架 关闭所有引擎 让飞机滑翔降落 小魏将刹车拉到底 飞机平稳降落 所有人都在为小魏轻住 提议小魏担任大家的领袖 小魏却觉得自己并不够资格 但随即又开始指挥打架 黑妹去医院给机长做手术 少校三人去北约总部寻找避难所的位置 机休是寻找汽油 一名乘客觉得是太阳变异 导致汽油也发生了变异 所以才会突然没有 之前他们找到的新鲜食物 吃到嘴里也如同嚼浪 可现在去哪能找到还没变异的汽油呢 幸好光投掷钱就在布鲁塞尔机场工作 他知道有一座油库建在水库下面 但愿能隔绝太阳 少校几人来到北约总部 一进门地上就躺着两名士兵 看来北约高层 不仅仅是对普通市民封锁了消息 几人来到少校偷听到消息的会议打听 里面散落着一地文件 看来高层撤离得十分匆忙 可这么多文件 哪个才写着避难所的位置 现在离太阳升起 只有最后的两个小时 这时 小胡子发现 回忆室的监控可以录下声音 只要调出监控录像 就能找到避难所的位置 小胡子自己去调监控 油头男和少校留下来找资料 少校翻到一段文件 是关于油头男国家的内容 他在四条时 韩沙睡影油头男偷宝石 油头男仍无可忍地警告少校 宝石原本就是属于自己国家的 自己是无归原主 说着在少校脸上拍了两下 少校立刻还回去一圈 依然说着侮辱油头男的话 油头男彻底被激怒 直接将少校破落在地 两人扭打在一起 实力不分上下 少校起身就要拿喷子 被油头男一把按住 情急之下少校拿起话筒 给了油头男一头锤 直接将油头男撂倒 油头男满头鲜血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少校尝试着叫醒他 可一点回应都没有 少校眼看闹出人命 立马逃离了会议时 去找小胡子 见只有少校一个人 小胡子问油头男的去向 少校说 油头男已经提前回去了 少胡子也没怀疑 可见空画面一转 正好看见油头男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少校见状 怕事情败露赶紧关了电脑 催促小胡子时间 紧颇赶快离开 少胡子也没多问 直接跟着少校离开了 两人回到机场 其他人也问起油头男去了哪里 少校假装不知道地询问 油头男没有回来吗 他提前一步走的 这样一问大家也没再怀疑 小胡子看着少校脸上的伤 似乎明白了什么 却没有揭穿他 黑妹也带着机长来到医院 母亲和生病的儿子 也到医院寻找药品 突然儿子不见了 随后发出一声惨叫 母亲赶快闻声赶了过去 就看见一群人倒在地上 即使在房间里 当日出知识人们还是无法活命 黑妹找到了手术室 伟机长做手术 手术很顺利 几人也顺利地回到了飞机上 由于油头男帮助过生病男孩做呼吸管 男孩和母亲都十分喜欢他 母亲发现油头男不在飞机上 询问小胡子和少校 少校依然说油头男提前回来了 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去向 可母亲看见少校脸上的伤并不相信 少校解释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母亲更加怀疑一直追问 少校直接发飙 这让母亲更加决心油头男出事了 他大声质问小胡子 剑瞒不住 小胡子只能说出 是少校杀了油头男 剑被揭穿 气急败坏的少校一把推倒小胡子 翻咬一口是小胡子害死了油头男 这时 机长通知大家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小胡子趁少校分神立马起身流走 离日出还有半小时 飞机必须立马飞向更西边 这时 一辆汽车突然出现在跑道上 拦住了飞机的去路 机长定惊一看 油头男浑身是血的下了车 原来油头男并没死 他拼命爬出了北越大楼 亮亮呛呛地上了飞机 油头男没死 少校的罪行也被揭穿 大家投票一致 同意将少校关了起来 小胡子在监控中得知 有一个水下避难所 可避难所离机场有15公里 而且根据日出时间 只有30分钟的逃亡时间 不确定能否找到汽车 小微让大家做好徒步的准备 所有人一听瞬间炸过 半小时走15公里 根本就不能完成 科研吓然又已经用完 也别误起他选择 至于少校怎么处置 大家决定听油头男的 油头男决定放过少校 毕竟之前他也挺身救过自己 这样就算扯平了 带着生病男孩的母亲生智 男孩跑不了多远 请求油头男帮忙 善良的油头男同意了 飞机很快降落 大家分成两组区寻找汽车 小微和油头男很快发现了两辆机铺 大家迅速上车 小微带着机长小胡子和少校 油头男带着机绣式和男孩母子 小微油门才到底 一路狂奔 才发现油头男没跟上 可胜死关头 顾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祈祷油头男快速跟上 这时 油头男也发现自己掉队了 可就在他全力加速之时 油头男突然鼻子流血 欲无伦次还口头白目 下一秒 汽车就是去控制一头撞向忽然 幸好有惊无险 并无人员伤亡 机修室检查汽车 发现汽车已经完全报废 剩下的七公里只能徒步完成 可现在离天亮只有18分钟 他们能否逃亡成功 另一边 小微成功到达避难所 可刚一进去大门就随之关闭 几人赶快下车降组置大门关闭 光头跑过去手一碰铁门 直接被弹了出去晕倒在地 乱信的是他并没有死 原来 大门上不满了电网 机长找到开关打开大门 可刚一离开大门又关上了 看来 这大门需要有人一直按着 可现在离日处只剩下16分钟 少校竟然主动请应 他留下了暗住大门 负责给剩下的人开门 他想用这种办法来弥补游头男 为自己赎罪 机长同意了少校的提议 让小微给少校打开手铐 没想到 小微打开手铐 又马上将手铐锁锁在了栏杆上 把钥匙丢在地上 让少校等待游头男给他打开手铐 少校气得口吐莲花 可也别无选择 另一边 游头男抱着男孩来到岔路口 可他却继不清路线 带领大家走向了错误的方向 被铁栅栏拦住了去路 大家想拔破栏杆 却发现栏杆被通了高压电 有人想出办法 让大家脱下衣服 有些下一个轮台摆在栏杆下面 伸手跳上了栏杆 却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 只要双脚与地面绝缘 不同时触碰零线和火线 电流就不能在人体形成回路 很快所有人都翻越过了栏栏 可他们却走到了另一条路线 根本不会遇上等待的少校 可等待他们的小微并不至情 眼看离日出只有三分钟 所有人顺利进入避难所 眼看太阳就要升起 等待在大门口的少校 奋力勾取钥匙 可怎么也拿不到 他捡起石头试图砸断手铐 用力拉扯栏杆也依然正脱不开 眼看太阳已经爬过山头 少校只能认命 张开双臂等待死亡 此时 进入避难所的大家 被三名士兵拦住去路 小微说明来意 军官带他们进入避难所 大家终于逃亡成功 可避难所的生活就一帆风顺了 全片完 本片是绝夜风筝的第一季 本期问题 你还想看第二季吗 想看勾三个六 真多咱们就继续做 本片奇葩的设定在于 不能见到太阳光 见到就会挂掉 飞机成了同步卫星一样 一直跟着地球旋转 永远在地球背面 伯乐想知道 太阳光为什么有毒 希望在下一季 能给出答案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本片好看 欢迎去看原片 记得给伯乐的熊熊家族 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小伙子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